原标题 魏国面积不大 却能存活230年 这个原因不可忽视春秋中后期 诸侯国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 兼并战争日益剧烈 中王朝境内的诸侯国数量大大减少 到了战国时间 除了几个小国外 天下出现七个实力比较强大的诸侯国 这就是历史上的战国七雄 魏国便是之一 让人奇怪的是 魏国的面积并不大 大多时候保持在20万平方公里左右 而楚国最大时 拥有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 两者相差无此悬殊 魏国为什么能躋身战国七雄行列 存活230年 在古代 国土面积的大小能够影响到国家实力的强弱 但这并不是唯一的衡量标准 冷兵器时代的战争就是肌肉力的战争 肌肉力又分为人力和处力 这也是人们常说的兵强马壮 面积大就实力强吗 并不然 楚国最鼎盛的时候 疆域达到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 几乎占据天下了一半 可是却没能统一六国 这说明单顿土地的广袤并没用 而是要看这块地方是否能采出优质和众多的人口和牲畜 展开全文图 二是东汉人口分布图 它是经过了秦朝时期的巴蜀大开发 汉朝时期的关中大发展和江淮大开发后的数据 如果没有这些开发 时间退回到战国时期 人口分布的差距会更加明显 当时的楚国 秦国 燕国虽然面积大 但大多都是蛮光之地 没有战略价值 但是卫国的土地却不同 三家分进时 得到了山西南部和河南中北部 这是当时天下最好的农业区 人口密集 土地肥物 这也是魏国在建国初期就相当强大的根本原因 从某种角度来说 魏国继承着晋国的一波 春秋时期 晋国和楚国是两个超级强国 楚国是单纯的军事强国 但是晋国是综合性强国 战争的结果自然以晋国取胜而告终 魏国不仅占据启动优势 而且魏文侯率先变法 吸纳大量的文武人才 结盟赵 韩两国同时压制出秦 其三个边陲大国 到了魏武侯时期 晋国确定密韩吞赵 恢复三进统一的战略目标 如果达成这个目标 天下就不再是战国七雄 而是一超六强的格局 值得注意的是 魏国地处四战之地 非常容易陷入多县作战的局面 所以 这就要求魏国不仅军事实力要强 而且还要强大的外交谋略 像秦国远交进攻一样 孤立对手 逐个击破 可惜的是 魏国没有高明的外交家 只得依赖军事力量 尽管魏国军事实力强大 可是敌人却越打越多 赵国和韩国拼死抵抗 齐国和秦国趁机介入 逐渐形成对魏国的战略包围 在多线战的情况下 魏国在南面不能灭韩 北面不能吞罩 东面连续战败 西线又失去河西 韩国等战略重点 这时候的魏国 不仅从战国初期的霸主地位调了下来 还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 既然如此 魏国为什么还能维持战国七雄的身份 这个就归功于多国博弈 两国之间没有永恒的敌友 只有永恒的利益 秦国踏着魏国战败灰烬崛起 不断在攻击关东六国 东方六国为了抵御秦国 维持平衡 只能让魏国保持强国的地位 用来堵住秦国东进中原的要导 于是 魏国不仅避免了灭国的危险 而且还能够继续保持战国七雄的地位 从三家分进到秦灭六国 魏国存在二百三十年 前期率先变法加上三进联盟 因此强大了近百年 后来实力衰弱 联盟破灭 却能再延续一百多年 关键在于政治博弈 这在后来的历史中并不少见 比如三国时期 孙刘权的三国鼎立 比如北宋时期 宋辽夏的三国博弈 这个道理对韩国也是一样 他在战国七雄中实力最弱 却有地理优势 上党之地将为一分为二 也堵入秦国东进中原之路 所以在中原诸国的支持下 维持韩国七雄的地位 参考人县 实际 反 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